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午安 大家好 歡迎收看由 未來電視網為各位帶來的 一百一十學年度 UBA大專籃球聯賽 公開哪一集 預賽第三階段的賽事 今天是一月八號 星期六 是預賽第三階段的第三天賽程 今天一樣 我們會為各位送上 一連四場賽事的轉播 第一場比賽是由萬能科大 對上高雄師範大學的比賽 看一下萬能科大 今天的先發五人 張傑偉 陳奎恩 鍾宇洋 蓋比 還有葉子偉 接著看高雄師範大學的先發五人 魏良哲 林子偉 郭震復 朱玉鈞 還有蔡正月 你算是外籍生 對 這是一個葉子偉成功的防守 非常成功的關門 張傑偉直接殺進去上籃得分 蓋比 在罰球線附近出手 力道大了一些 最後在後面 陳奎恩 達到了第二波 一輪的話其實並不算特別出色 這邊 哇 一個N1 哇 又是一個N1 郭震復這邊給到高維倫 三分外線 陳奎恩 自己殺進去之後 球孕掉 不過蓋比拿到球 插板得手 蓋比在呼頂 自己打進去 上籃 得分 蘇育鈞 走右路傳出來 林子偉三分外線的出手 這一次總算投進了三分球 林志偉 林志偉是前面兩天的比賽 高斯大這邊可以說是 進攻狀況最好的球員 他們其實在 球隊裡面上場的機會 並不是那麼多 是 這邊打得很快還是高斯大 魏良哲 進區 給到林志偉的時候 打到的腳 不過籃下還是能搶到這一球 就是魏良哲 張傑衛 給到底腳的李家俊 三分外線 總算投進了 萬能科大今天的第一顆三分球 外線的出手沒有 這邊魏良哲 林志偉 對 高斯大的反攻 真的是打得有一點點 萬能科大這邊錯手不及 每一波都非常快 這邊張傑衛籃下 接後隊友的傳球 輕鬆上籃得手 兩邊都打得很快 這邊連蔡正月都跑在前頭 林志偉三分外線的出手 球入網得分 這邊打下這個階段 在預賽這個階段的三連勝 他可能必須在防守 多了一些變化才可以 布上籃沒有 蓋比搶下籃板 前面給到高偉倫 三分外線直接拔起來投進 今天萬能科大第二顆三分球 俊跟高偉倫跳出來 讓萬能還是能贏球 對 其實這個是萬能的另外一個特色 就是他們真的不是只有這幾名外籍神 可以打 那雖然蓋比和張傑衛 反而萬能科大展現出來一個是 一個是本土球員和外籍神 其實是磨合戰力有所加成的一個球風 所以這又是一個葉子偉成功的防守 張結偉上籃沒有 籃下葉子偉搶到籃板之後自己上去 這一下惡波跟進 打得非常積極而且精彩 維倫再給到低角 把維倫假動作之後自己帶進去 傳出來被干擾一下 但葉子偉拿到球插板有 葉子偉今天其實在先發上 這個攻守都打得非常精彩 補位和走位的時機都非常地即時 哇 這邊張結偉再來一個in one 個人能力的展現 沒有投進 這邊又是一個葉子偉的成功防守 張結偉這邊 哇 又是完美fastbreak 真的 張結偉面對兩人的包夾 傳出來的時候發生失誤 為兩者一打一上籃得手 江啟安 給到蔡正月 給到蔡正月 投進 打下高維倫 搶到第二波 不過球被郭正福抄走 郭正福自己單刀直入 上籃得分 這邊做了一個弱色變的flare screen 哇 這是個好球啊 蓋比 這一球運到了地上 自己還是往裡面打 羊羊的出手投進 雖然看起來並沒有這樣可能 我看到包含像世欣或者像是重大 他們這樣子的外籍生 有這麼強大的宅致力 反而在剛剛高斯大 還沒有喊暫停的時候呢 他們自己場上就出現了一些亂流 這邊 衛良哲拿球 回到蔡正月 再回到蔡正月 蔡正月 蔡正月 45度角三分外線投進 朱育均抓到進攻籃板 跳投被封阻掉 但衛良哲再補緊 衛良哲地板球再給蔡正月 哇 蓋比再來一波 來看一下剛才蓋比這一波 乾淨俐落 給到朱育均 底腳直接拔起來出手 就是個Airball 卫良哲在籃下 拿到手之後 這一下的犯規又真的稍微比較沒有必要 蓋比還是沒有打上去 也沒有要到犯規 卫良哲這一邊轉換快攻 朱育均上籃得手 朱育均打進去之後 衛良出手沒有 衛良哲後面再補進 今天真的被衛良哲有太多 這種二波衝搶籃板的機會 他今天攻下十三分 八籃板三助攻 衛良全能的表現 張結尾自己打進去 這個也是打得比較勉強 南方必須打得更有耐心 誰能夠控制失誤 而且是真的 整個傳接球打得比較有效率 就會比這場比較更有機會 哇 林子偉 這一下林子偉真的 這邊高斯大再搶到 第二波進攻機會 朱育均無敵 三分外線投進 他今天第二盒三分球 這邊萬能再一個轉換快攻 打進的這兩分 是這個Fill Go對 往往是在高位 往裡面做串聯的時候 其實整個傳接球 失誤率也滿高的 哇 王明哲這邊擦板進算 還有加法機會 江啟安 帶進去一個拋頭 這是過去江啟安的招牌 看看個人單打能力 是非常非常驚人的一個球員 哇 這邊又是整個傳球路線拉太長 朱育均自己殺進去單刀 哇 朱育均 沒有機會 給到林子偉 補頂的出手 空心球 今天的命中率幾乎是砍半 還有勝 魏良哲殺進去 但上來沒有不過林子偉 後面幫他補進 10秒 魏良哲 再給到林子偉 有一個空檔 插板劍 三分球 這邊張介衛搶下籃板 張偉倫給到葉子偉 自己殺進去上籃得手 還是很勉強 這個高斯大把整個防偶圈 縮得很小 基本上 最外圍的球員在踩在 只有發球線附近 那不然能磕到這邊 給到林子偉 再交出來 江啟安 wide open的機會 第一角三分外線 投進 林子偉 中距離直接拔起來 他們還是投進 手感實在太好了 也是一個隆斗的嘗試 但是沒有投進 蘇宜君搶下籃板 直接要給到蔡正月 接獲之後 緩過對手 插板得分 選擇選擇 Early offense 或落到半場了 基本上都沒有什麼效率 然後三分外線 出手投進 好不容易 林子偉轉身之後 這一下的腳步非常刁鑽 可以說這場比賽高斯大 真的完全發揮了他們 在整個一二三號球員上面 包含速度和壓迫的優勢 可以說真的是 能夠擊敗像萬能這樣 強勁的對手 對高斯大絕對是引擎 強心爭 最後比賽時間到點 這一球還拋近 高斯大呢 目前的戰績 在預賽來到五勝四敗 那萬能科大 則是終止了最近的七連勝 所以目前的戰績是七勝三敗 林子偉二十八分十籃板 表現精彩 魏良哲也有十四分十一籃板 兩個人都有double double的演出 那在萬能科大這邊 今天在進攻上面 防守上面 都出了比較多的問題 吞下了敗仗 所以雖然前兩戰先後擊敗了 他們吞下了一個比較難堪的敗仗